国泰人寿连续第八年邀请林永发教授以十二生肖的异象书写春联并大量印制广宋各界 从小家境贫困苦学有成同时也是台东家福中心辅助自立的林教授 每一年都将六万元的润笔费捐赠给家福中心作为助学金 1月8号这天除了捐赠仪式之外林教授还现场辉豪 义卖给志工朋友们许多各界的爱心人士也共同参与 台东有1500多户家庭将近3000名儿童是家福中心辅助的对象 每年寒暑假便是筹措学费的时候 透过写春联捐赠及义卖实际行动也借此抛砖引玉 我想这一些不管大或是小的这一些爱心的汇集都是在帮助 我们的这一些需要辅助的小朋友 尤其是刚刚听到我们彭朱伟在提到说台东的家福 他在我们台东二十几万人口 但是我们台东家福竟然抚养的人数是全国第三多的 他辅助的家庭达到1500个家庭 然后辅助的育童达到将近3000人 我想这个社会上面好事善良的心 有爱心的事情到处多充斥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各种类似这样子 或者各种其他形式的爱心 大家能够汇集起来 能够来协助像协助家庭 或者是协助一些需要帮助的 募款金额的多寡是其次 大家的响应才能结合更多力量 我们台东的小孩子如果不透过教育来让他们有一个将来改变环境的一个能力的话 那么想要让他们脱贫就比较困难 我们很相信这一点就是透过教育绝对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忙 从小在家福中心帮助下长大的林永发教授 除了满怀感恩 现在也尽一己之力回馈社会 骂人我今天是非常好的一年 那么我今天看到好多的朋友 为了我们家福中心的一个小孩 他们的一个努力付出 让我很感动 那么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 马人如意 世世平安 因为爱心促成了这件美事 在年终之际 实际的帮助家福中心的孩童 开学之后都能安心的上学去 刘一慧刘瑞文采访摄影